对吧 KB7很多嘛对吧 这么多双对吧 这个坏了又怎么样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钟大师 今天给大家聊KB7 这双鞋呢是我们办公室里面 同代数球鞋最多的第二双 第一双呢是ZOMBBE 我一个人有四双 其实今天也是四双对吧 这里面还有一双 那么这款鞋呢是我认为KB 这么多代系列当中 具有承上齿下作用的一代 同时呢也是造型设计 还比例啊各方面 我觉得最好看的一代 同一模的呢 可以把一打在屏幕上 对吧 如果你有意义的话 可能是四代五代六代 或者是哪一代 你呢可以把你喜欢的代数 打在弹幕里面 我们来PK一下 对吧 接下来呢 这三双当中各有意义不同 这双呢就是 后跟没什么东西对吧 它就是个普通的黑白灰配色 那么我手上这双 其实这个配色呢 是我最喜欢的两双 其中之一的配色 就是中国型配色 2012年 然后这双呢是Fueling的 它的战胜程度更加强 这个后面写了ACE 也是这个王牌配色 是科比高中的那个配色 所以说科比鞋在发行了很多 后面有小logo的鞋 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特点之一 就让大家感觉 这双鞋会很特别 对吧 就感觉就是不一样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 喜欢科比鞋 还是这个广告色 你们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配色 打在上面对吧 如果打得多的话 我会考虑 对吧 把这个换一个图片 买是买不到了 就这种原点鞋是拿一双 少一双 然后这双科比鞋 为什么我说它是乘上启下呢 首先鞋面上面 根据六代纯塑料鞋面 做了一些流线影视设计 就前面压得特别的修长 然后整体的重心在后面 大概这个比例是在三分之二左右 对吧 三分之二 这样整体球鞋看起来 它的设计美感就非常强 然后后跟有一个3D环绕的设计 其实科比球鞋 它的一个设计美感的来源 就是中底的喷漆 跟这个3D环绕的TPU 做了个结合 对吧 然后五代的这个中底TPU 同样也是跟中底的流线型 有一个共通之处的 这就是让这双鞋 显得这个腰 什么 屁股很圆润 很想盘一盘 然后整体的流线型 很有速度感 看起来很流畅 前后都是一样的 对吧 再加上这种三分之二比例的设计 会让你对这双球鞋 欲罢不能 不同配色呢 感觉不太一样 对吧 然后呢 另一个点 就是在它的一个 斜实和中底部分的一个创新 把之前说成上 各种设计元素啊 然后各种比例线条 都是成上 对吧 但是几下呢 是来自于 这双鞋 它采用了可替换式中底的概念 然后大家看到屏幕后面这个 高筒的是力量系统 我这个是速度系统 那么速度系统呢 它就是把鞋舌跟中底一体化 然后揭开这个鞋垫 可以看到前掌一块 巨大的Zoom气垫 是靠近于我们的脚掌的 就是在鞋垫的下方 更能够提供一个缓冲 或者说反馈更加直接 对吧 然后后跟部分呢 一个大大 这个真的很厚 但是我好像掰不太出来 就是它里面的胶 还是粘得比较紧的 我为了这个 大家的好奇心 就要决定 看能不能拿出来看一下 看看这个Zoom气垫的厚度 弹幕走一波 对吧 把害怕打在公屏上 这个气垫的厚度 来我们对比一下 它中底的厚度 中底的这个侧群在这儿 来大家把害怕打在弹幕上 这么厚的后跟气垫 你看我把这个Zoom扯出来以后 我的大指头可以直接捅到后面 其实这层是非常非常薄的 就脚感就是这么直接 就是直接踩在这么厚的一块Zoom下面 你说这种脚感 对吧 怎么形容呢 无法形容的快感 然后因为这个是速度系统嘛 所以说它这边呢 有一个play fast 男人就是要快 对吧 就是速度系统 然后这边前后都有Zoom的字样 对吧 我有Zoom 我就告诉你 对吧 就是牛逼 对吧 不像现在 我有 我硬一个对吧 反而还没有 对吧 这双力量系统 我在高三曾经穿过同学的 就是那个脚捅进去 就非常的费力 然后捅进去后就感觉 有一个绷带 把你的脚踝锁索紧的那种感觉 所以力量系统跟速度系统 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然后就是聊聊装鞋 不太好的一个地方 大家看这个地方是不是 以为有一块 哇 这么厚的碳板 其实从1代2代3代4代5代6代 全部都是真碳 那么到了7代以后呢 它就变成了玻璃纤维板 大家看啊 这碳板 我直接扭 直接扭 直接扭 看见没 它这个碳板的形变 就不像是一块真碳板的 这个表现 那么我拿一块真碳的 拿一块 拿一双真碳的ZK5 同样把中底掰一下 你看 这个地方的形变是不可能跟刚刚的ZK7那么大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当年一个小小心机的地方 那么另一个槽点呢 就是整双鞋的鞋面非常容易氧化 发黄 黄 发黄 哎 你姐非常深刻 不好意思 想来死我 那么到了8代上面呢 它整体的一个缩水的现象会略微更加严重一点 接下来我把这双8代的中底抠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同样尺码 然后同样大小 发售价也是差不多的8代中底 它就改成了整体的缓震胶 对吧 也没有了前掌气垫也没有了后掌气垫 那么 你看你看又开始了对吧 Neki又开始了 其实8代版本是有前后掌气垫的版本的 在哪一代上面 现在考一考年轻的同学 知道的可以打在弹幕上 当年科比7科比8都有出过一个Elite精英版本 那么精英版本的科比8在斜面做了一些飞线加强 可视飞线加强 同样也在鞋垫处加了前后掌 当年赚钱就是这么容易 当然说科比7代精英版也是有的 后跟部分 这个3D环绕的支撑条换成了碳板 然后中底用的也是真碳 鞋面换成这种凹凸的一点一点的跟科比6纹路一样的鞋面 所以说关于这双鞋 真的是我觉得起下的作用比较明显 包括科比9代 科比8代都剩了同样的设计对吧 包括科比11代 这个鞋垫拆出来 也都是这种 这个还有一点点不一样 包括这双 扯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好难拔出来 这双怎么这么难拔出来 你看 这双 面色潮红拔不出来 然后还有这双最新的 科比XTFF也是采用了同款设计 所以说科比7代正是开创了这样一个时代 让之后几乎每一年的科比9节都有相同的设计理念 好那么关于科比7代的小分享 到底就是结束 其实我是知道它的后跟zoom有这么厚的 但是真正拿到手上的话 还是会稍微震撼一下的 像包括其实从8代开始 我就有点不乐意了 当年我是买过那个复活节配色的科比8 其实中底踩起来还行 但就是少了个zoom 它的脚感就是差了一截 虽然说差是不差 但是它可以更好 当时科比8Elite版本 我记得当年北京队的李学林 是川他打过CBA总结赛的 所以我对那种鞋印象还是挺深刻的 那么 突然想起来科比好像真的没了 还是有点恍惚的 其实我做这期节目之前 还没想到这么多 还想聊一下 就是7代出来以后 到了科比8对吧 科比受伤以后 它的整个状态就开始下滑了 然后也没有再赞上过总结它的舞台 还是挺伤感的 突然想起这个 但是没关系了 就是 再多的科比球鞋 也无法带我回到那个 可爱又好玩的2012年 对吧 所以说真的 球鞋它就是一个回忆的东西 哪怕它没有 对吧 你在我这也看见了 你也没有必要去 对吧 高价买其他的鞋 包括撞鞋也没有复刻 当然说我现在泡一个小问题 对吧 大家轻松一下 这双鞋复刻的时候 如果它能复刻 这个前后 到底是原年的这样呢 还是说会变成这样呢 大家可以放开脑洞 想一想 对吧 好的 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 这双鞋的实战呢 还是会出的 因为它是可以完全上让比赛的 橙色也好 然后胶水的牢固程度也好 都是OK的 不像这一双一样 对吧 直接是暂损配色了 尤其是这个法里角 摸的都啥也没有了 所以说你们想看具体的 哪些实战部的板块 也可以在这里飞一下 对吧 记得关注收藏投资